近日,世界拳击圈爆出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 即使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帕奎奥计划在2024年1月与泰拳王子波球上演世纪大战 目前两位传奇王者之间的对垒采用什么规则还不清楚 但这场对决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不过这一战能否顺利上演还存在很大的变数 因为波球将在9月24日先与中华战龙王延龙交锋 本场中泰大战的结果也将影响着波球与帕奎奥的对话 对于王延龙与波球的恶战 但刚本场比赛的首席推广人刘刚通过朋友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波球团队近日宣布将于明年1月在泰国曼谷 同世界著名拳王八个级别世界冠军帕奎亚进行比赛 不过看看他能否先过王延龙这关 期待9月广州天河体育馆这场大赛 轮票下周开始线上预售 事实上刘刚的这番话意味深长 间接也给波球提个醒 即使王延龙的拳腿功夫也十分了得 刘刚也清楚王延龙为了等待这次机会付出了多少汗水 作为中国功夫与现代搏击格斗的极大成者 王延龙先后在传统武术自由搏击 综合格斗拿到过全国乃至世界级冠军 并且他得到了成龙唐继里的认可 在动作电影领域有着上家出彩的表现 是国内少有的横跨现代实战擂台与动作影视的高颜值拳才选手 在以往波球与中国拳手交锋 还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失败 对华打类拥有巨大的心理优势 不过王延龙在风格流派方面 与此前与波球交锋的中国拳手截然不同 不排除用秘密武器拎波球猝不及防 倘若波球在开局阶段吃了闭门羹 随之回合的深入 加上现场观众为王延龙不断高涨的呐喊声浪 波球有可能越打越乱最终引恨败北 一旦王延龙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波球 波球对华不败的今生就此作骨 历史将彻底被改写 而且帕奎奥是否还有必要与波球对决 也很值得帕奎奥团队商榷了 那么王延龙与波球的正面PK 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同为王延龙加油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